紅茶的一間 放上不愛收著臉 回藏著流下的眼淚 一定很美 十二年前走上紅毯 彭佳會嫁給 陳怡婦商王批仁 去年演唱會還當起老師 教Ella生子秘訣 所以我今天是來取驚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第二胎 雙胞胎是怎麼來的 姊姊說 跟你老公在相好的時候 女生要心快樂 去年11月底 Ella才在大報 彭佳會的夫妻 歸房秘辛 但週刊爆料 去年農曆年後 丈夫王批仁的照片 已在彭佳會臉書上消失 週刊甚至指出 兩人打算簽字離婚 無論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最起碼她滿喜歡 聽我唱歌的吧 兩個人是不同環境的人 思考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 2006年 彭佳會與陳醫生 王批仁結婚 育有一子跟一對雙胞胎女兒 過去常在臉書曬恩愛 但去年起 彭佳會的家庭照 少了男主人 大部分也只PO出 與好友的照片 女人啊我們都曾經期待 能嫁個好丈夫 擅長詮釋 熟女心情 彭佳會前年摘下 金曲獎歌號 轉戰對岸 歌唱節目 人氣也很旺 對於婚變傳聞 彭佳會的經紀人 對周刊表示 未曾聽說 但FB上不見 另一半身影 不免也讓粉絲關心 歌後的感情世界 究竟怎麼了 記者吳黑嫣 詹彥晨 特別報導